停 停 停 受不了了吗 是受不了了 你们也来逛新开的超市啊 阿姨好巧啊 您来买什么呀 我想买进口的红茶 不知道在哪儿 你能帮我找一找吗 好 阿姨 谢谢啊 谢谢你啊 看样子 你跟那个修电脑的 还真是好上了 你的腿好些了吗 我的腿好 可是现在我的心受伤了 蓝星跟我说 你跟她住在一块儿 我还不相信 可是我今天亲眼看见 你们还真过起小日子了 现在我也不想再解释什么了 是 越描越黑嘛 不错呀 孩子生下来有爹又有娘的 对孩子好 妈 不敢当 你叫我阿姨吧 老实说 我今天看到你们两个在一起 我心里很不好受 毕竟不久之前 你还是我的儿媳妇 我今天看到你跟这个小伙子 在公共场所嘻嘻哈哈 打情骂俏的 于小强 你太让我失望了 妈 不要叫我妈 我已经不是你的妈妈了 那我先走了 是啊 逃避吗 我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 我告诉你一件事 蓝星哪 不但帮我安排了全身 深度的健康体检 她还要带我到瑞士去旅游 你当了我七年的儿媳妇 一口一声地关心我 可是你实质为我做过什么 请不要拿我跟她比好吗 是 你比不过她 我回来了 红茶 红茶找到了吗 找到了 就在这儿 我知道她是想把我支走 所以我就去吃了个冰淇淋 买一送一碗 还给你带了一个 喂 没上班呢 没有 出去办点事 跟那个潘总见个面 就那个什么基金的总经理啊 对啊 如果那个潘总今天同意 给老刘的公司注资的话 那我们就奔着上市去了 这也是走一步看一步 所以带蓝星去给我帮帮忙 好 去吧 没事了啊 蓝星呢 瑞士我跟你去吧 真的啊 太好了阿姨 怎么了吧 这是怎么想通了 去好 你们俩好好玩玩 开开心心心的 阿姨那我先陪她去吃饭 回头咱俩细细聊 好 去吧 那我们先走了阿姨 姐 你到底怎么了 超市出来一句话都不说 刚那老太太跟你说什么呢 不管她说什么 爱谁谁 不用理她 她怎么能那么跟我说话呢 她不让我叫她妈了 我一直都把她叫妈 我也没有妈 即使我跟老刘分开了 我们在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 还是挺有感情的 我觉得我们还应该是亲人吧 你说她们还会不会把我当亲人 姐 你别想这么多了 我觉得她们这么对你挺好的 至少你可以毫无顾虑地 开始你新的生活 你看今天的天气多好呀 然后又有这样一个 玉树凌风的帅哥 站在你的面前 如果你还是愁眉苦脸的话 你对得起谁呀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其实我是一个很软弱的人 你不是叫林小强吗 外强中干 要是以后有人欺负我了呢 打架的事我不在行啊 但是我可以带你去一个地方 去哪儿啊 走着 你来啦 一起来的 你好 你好 今天做点什么 我想做个杯子 好 我给你准备材料 谢谢 给 谢谢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她是老板娘吗 她是老板娘吗 她是女老板 知道这是什么吗 馒头 舀一口 太好了 一会儿做出来的杯子 会有一个缺口 我成乔布斯了 先要找到她的中心点呢 找到中心点呢 你就可以找到童心园 什么是童心园 童心园就是两个人心连心 这叫童心园 男人 大 女人 女人 一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看杯子呢 做得还不错啊 帮老师教得好 你在哪儿呢呀 我在家 哦 好的呀 你想不想我过来找你啊 你都到家里了 你就好好待着吧 哦 那好吧 要不要 要 要什么 借你 好的呀 那你现在就从电话线里爬过来吧 行啊 我到了 我到了 太好了呀 我真到了 真的太好了呀 你回头就能看见我 哦 我看见你了 你下床 我下床了 你没下 我下床了 你没下 我现在下床了 我现在下床了 往前走 停 走到你右边的窗口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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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叫了 把风打开 你再叫我就要掉下去了 你是怎么上来的呀 你是怎么上来的呀 你不是让我从电话线里爬过来吗 你别开玩笑了 你一会怎么下去啊 我既然上来了 我就没打算要下去 你等着我去给你找个梯子去啊 你回来 你站在那儿就行 看着我 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就算再艰难 也有雨过天晴的一刻 总有一个人 在你身陷谷底的时候 拉你起来往前奔跑 总有一个人 让你夜深人性时可以灰心一笑 总有一个人让你觉得 未来还有无数的可能 你放心吧 头三个月的网络维护是免费的 保证 保证 好的 那合作愉快啊 好嘞 拜拜 怎么着啊 找我修电脑啊 怎么样啊 最近过得好不好啊 怎么找着我的 找你还不简单啊 问小熊不就得了 走 请你喝咖啡 我上班呢 什么班啊 你没有咖啡呢 准了 准了 结吧 真准了 你不是一直要找个土豪 土二代吗 还不赶紧呢 呦 醋溜溜的算啊 好好好 我 报家明啊 我真诚地祝福你 杨嘟嘟和陆凯文 永洁同心 喜洁连里 白头偕老 惊喜 抢婚这事我可不干啊 这多缺德啊 谁 谁让你抢婚了 我的意思是说 麻烦你帮我请一下余小强 你要让他来参加婚礼啊 嗯 想想我以前挺过分的 不分青红皂白就跑到人家家 大闹一场 知道自己错了 可是他后来离婚 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怎么没关系啊 怎么有关系了 好好好 有点关系 所以嘛 人家都说了 婚后就是新的开始 我不想有什么遗憾 留到婚后去 这要做人老婆了 觉悟也搞了啊 那当然 如果他能接受我的邀请 来参加我的婚礼 那就证明他已经原谅我了 这样我心里也踏实点 那他要是不接受呢 不会 只要你帮我把话带到 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 我从小熊那儿摸到一点情况 我希望你跟于小强 去去去 不好意思啊 给我装啊 我和你算是成功地将爱情 转换成了亲情 什么呀 我的意思是说 我也希望你和他 赶紧将姐弟情转换成姐弟恋 姐弟恋呢 妈 您这气色可真是好啊 刚从机场出来看你们俩啊 就像姐儿俩似的 广耀 你干嘛耍贫嘴啊 广耀说得没错呀 广耀 你看阿姨的皮肤 是不是好得像剥了皮的鸡蛋一样 好了 可是听说呀很麻烦哪 三年得去一趟瑞士 瑞士多远哪 想去就去 有我在您怕什么的 到时候让蓝欣陪您一块去 对啊对啊阿姨 我陪您去 光耀啊 妈得在你面前呢 好好表扬表扬蓝欣啊 这一趟啊 在瑞士 那真是日夜 对我照顾得无为不知 瑞士那个美啊 美得是一塌糊涂啊 阿姨您太客气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您要是喜欢啊 我经常陪您出去走走 您把我夸得呀 现在我心里也美得一塌糊涂呢 谢谢啊 多亏有你啊 这要指望光耀啊 这辈子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出国呢 现在好了 也出过国门了 也开过眼界了 安心 谢谢您啊 阿姨您太客气了 嘟嘟是这么跟我说的 她说之前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心里一直挺内疚的 她也担心 你心里现在对她 会有些想法 如果你能够接受她的邀请 去参加她的婚礼呢 就证明你已经原谅她了 把这事给放下了 我心里是这么想的 啊 啊 我不好意思去 不至于吧 小熊还会对方方去呢 你看至少 你在这婚礼上还有个人可以陪你聊天 你也不会太尴尬吧 那多多还是你以前的女朋友 哎呀被你这么一说我也不太想去 你为什么不想去啊 她请的那些朋友我都认识 而且她老公陆凯文 我跟她见过一次 而且那次还挺尴尬的 我好像去了也不太合适啊 我知道你心里最真实的想法 啊 啊 没有 你别想多了 这个好看 你试试 金扣 这太红了吧 我又不是去抢亲 这个不红了吧 这太长了 穿上显腿短 这个好像 你别这个那个了 试试行不行啊 怎么样 脱了吧 咋了 向我姨 别在这家买了咱们走吧 到别家去看看 我知道你这闲着的衣服贵是吧 是的 服务啊你没有便宜的嘛 没准备 其实那些衣服根本不值那么多钱 你让我买那么贵的衣服 我怕我半夜都要哭醒了 至于吗 当然至于了 我有中华传统美德勤俭之家 你也要向我学习 你在小熊那儿挣钱也不容易 以后我能挣钱了 朱总说要收购我们的公司 以后公司的规模大了 我们又有了靠山 我跟小熊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你答应了 小熊都答应了我能不答应吗 公司的钱都是他出的 再说我们现在也没有更好的招了 那个朱总我没见过 我总觉得那个人吧 跳进跳出的 一会儿他要挖你 一会儿又要抛弃你跟小熊 现在又要收购你们 姐你老了 做生意就是要跳进跳出的 人挪活嘛 游动游动机会才多呀 你刚才说什么 你看 那缕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 撒到了你的脸上 把你照得金碧辉煌的 你刚才说我什么 我说你老 漂亮 小熊爾 大家上 真美 你觉得我什么 我马上就抓到 Grab行程 真美 你这个婚纱 小琼姐 你好美啊 你有没有觉得她那衣服伤身有点长 你闭嘴 来 佳明 你跟小龙先出去一下 我有些话想跟小强姐说 那什么 注意安全啊 快点帮我戴个耳环 好 小强姐 我美丽的新娘子 你今天好美啊 小强姐 我们还可以做回朋友吗 佳明把钦帖给我的时候我就知道 我们俩一定会做回朋友的 可是我那天头脑一热 跑到你们家大闹一番 给你带来那么大的灾难 不毒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不要想不好的事情 也不能说不吉利的话 小强姐 你一来 我心就定了 我还有礼物给你呢 说了人来就行别送你了 我和佳明的分子钱已经交到楼下了 这个佳明给你带点布 佳明给你做的飞行日历 我还问她 我说干嘛给嘟嘟做飞行日历呢 她说嘟嘟糊里糊涂的 都不知道自己飞了多少次了 我帮她记着吧 美好的情意 别哭别哭 别把妆给哭化了 小强姐 别哭啊 你让我哭一会儿 这儿 有点高兴 你自己站在那里 有点高兴 你走 有点高兴 我叫她 zoom 好 麻烦 我给你帮你帮你帮我 我给你帮你帮你帮我 陆凯文 你愿意娶杨都督为妻吗 无论疾病还是困难 都不离不弃 相依相伴 我愿意 杨嘟嘟 你愿意嫁给陆凯文为妻吗 无论挫折还是灾难 都不离不弃 相伴一生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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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啊 我跟你说呀 我刚才跟小熊吵架了 大婷广众啊 情不自禁的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每次 我参加人家婚礼的时候 我就特别地受刺激 我当时啊 我就特别想奋不顾身地 马上就嫁为人妻 那你在看我离了婚 还怀疑孩子 你立刻从天上回到人间 你是一个特例 我跟你说啊 我的妈妈是做医生的 从小 我觉得接吻这件事情 特别地恶心 可是今天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的嘴巴里面啊 现在还是甜甜的呢 我都闻出来了 真的啊 人家说恋爱中的人 吃什么都是甜的 更何况是小熊的舌头呢 那你吃过包家明的舌头吗 该有的都有了 真的 而且我们俩特别地好 别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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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什么的 我现在怀孕能干什么呀 怀孕了还收拾吗 我去找家明去 去 那我去找我的小熊去 你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 为什么呀 因为她结婚了 是吗 那你希望我回答 是还是不是呢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你心里怎么想的就这么说 怎么是我希望你说是还不是呢 难道我能左右你的想法吗 好 因为我在乎你 那到底是 还是不是呢 是 但也不全是 但也不全是 你知道我跟都督在一起七年了 她是我的初恋 为了她我做了很多 我从来都没想过有一天 我会参加她跟别人的婚礼 对 你的心里还是挺伤感的 既然我都去了 就谈不上伤感 那你今天参加她的婚礼 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 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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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么意思啊 我又不是一个人缺的 今天都督都看到你送给她的飞行日历 我看到她的眼泪是多眶而出的 你是不是后悔跟她分开了 明显是她后悔了好吗 你后悔吗 不后悔 不后悔 肯定 肯定 为什么 因为后来我们待在一起不快乐了 我发现我跟她是两个世界的 你跟谁是一个世界里的 你 干嘛想这么长时间才说出来 因为我要确定我现在是清醒了 你是清醒的吗 是啊 我爱你 秉晓强 这是你第一次对我说这句话 是我 当然 你知道我的记忆力是非常好的 包家敏 从来还没有跟我说过这句话 我的记忆力也是非常好的 余晓鑫 你天生就是个傻大姐 你可千万别变聪明了 那就不是你了 我知道 那时间不早了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行 那我先走了 你走了 我要是把这瓶酒喝完了 我今天可就走不了了 那好吧 那你走吧 我真是的 咪 咪 咪 你叫于小强 我认识你 我来你家给你修个电脑 这是要干吗 我快要生了 你带我去医院吧 你脑子有病 你赶紧进来吧 让我能看见 你带我去医院吧 请问有没有人能给这位孕妇让个座位谢谢 请问能不能给这位孕妇让个座位谢谢 肚子那样大 压根就不该做什么公共汽车 那她应该做什么呢 打低啊 孕妇坐公交车也是很正常的嘛 给老柔病残孕 让座位也是应该的吧 我头晕 我也是病人 是啊是啊 肚子这么大 就不应该做 汽车 万一要生了 没人愿意负责任的 姑娘 我来让你坐吧 我让你坐 我让你坐 来 慢点 谢谢啊 谢谢 烦想啊 ophobia 谢谢啊 没关系 慢点 촬영 谢谢大家 男嘉宾 请问你们俩是野员吗 是在体验生活吗 是 在体验生活吗 我当算了吧 在公交车上 一共让坐的是五个人 有两个不让 还有一些人 根本就假装没看见 所以总体来讲 让坐的还是比 不让坐的人多 对吧 所以啊 以后你的肚子 跟我这么大的时候 你千万别一个人 坐公交车 我听见没有 听见了 知道了 要不我再演绎一下 就是你快要生的时候 你一个人在路上 我不在 然后 啪 要生了 看别人会不会帮你 你别去了 你给 别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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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想演的这个劲 上来了怎么办 那就让那个劲下去呗 我求求你 你别去了 有你在 我怎么可能把孩子 送在大街上呢 不演是吧 不演就不演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没怎么 心情不好吗 为什么 因为我欠你一句话 三个字你为什么不说 你真的很想让我说那三个字 是吗 你想让我说是呢 还是不是呢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你想说的话你就说呗 是也不完全是 是呢就是我昨天晚上没有听到你说这三个字 我昨天一夜没睡着 不是呢就是我没有听到你说这三个字 我今天照样挺高兴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是还是不是 不是 刘强 关于我今天带你参加的这个孕妇体验的活动 你作何感想 很幼稚 硬着头皮跟着你去干了一件疯狂的事情 你从小到他做过最疯狂的事是什么呀 没有 你为什么要想那么久才说没有 我要看我现在是否是清醒的 那你现在清醒吗 当然 你看我们今天做了这么多事 有你 有我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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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那就是你爱我对吧 头发上都是菜油 我可以走了 酒还没有喝完呢 我要是把这瓶酒全喝完了 我今儿就走不了了 那你今天晚上就睡在沙发上吧 其实昨天晚上我对你说了 但是你没听见 骗人 我发誓 你的手指头能不能 比弄一点 所以肯定是骗人的 那你现在能不能再说这三个字 再说一遍 那我能不能睡床上呀 不能 很好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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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就是我爱你吗 你就说出这三个字来了 那我今天晚上可以睡床了吧 不可以